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的3月10号 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早上逃玩基隆坡的半城马拉松 这一次 今年有4000多个人参加 4000多个人在独立观察那边 出发的时候真的是很惨很惨 但是 想起 新加坡的Custom 我们知道吗 柔佛去新加坡的Custom Anytime 几乎都是 人数肯定多过我们比马拉松的啦 你任何时候去看 都是 几千人整万人在那边排队 所以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问题 那今天的状态也的确是很不好 也是我跑 这么整 上市 40场的 这个半马当中 第一次呢不能够在两个半小时跑完 其实有几个技术上的关系的 天气热 然后呢 这一次的那个水站呢 非常非常糟糕 因为 他的人手非常非常的不足 啊 所以我们到了那个水站 天气炎热要喝水啊 哇 就是在水 他几个水站至少 delay了 好几分钟啊 要不然呢 啊 我是不会 我是不会跌出那个两两个半小时的 啊 所以呢你看 马来西亚的人手呢 就是这样子不足够了 啊 所以所以没办法了 啊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严重的问题啊 人才流失啊 每个老板现在都是讲啊 啊 请不到人 啊我跟他讲 薪水给高点啊 请不到人 啊 人那里能够给到高 啊 现在啊 啊 根据这个 报导啊 最少最少呢 50%啊有些讲是60%啊 那个本地企业的员工呢 已经呢 给 新加坡呢 吸引去了 很多很多大马人呢 resign 辞职 只要能够走 脚还能走的 还有一口气在的 几乎都跑去新加坡呢 撞新币了 那本地的这个老板真的是叫苦连天 你根本 就请不到人 啊 因为呢 根本没办法呢 跟那个新加坡的钱 竞争 所以讲 很简单的就是 马来西亚 薪水太低嘛 实在太低嘛 你新加坡哪一份很低薪水的工作呢 他的收入你换回来 新币呢 都是 差得很远 再来呢 你马来西亚呢 那个发展很受限制的 你在新加坡呢 或许你会有更好的那个机会 新加坡很多的行业可以做 所以呢 这个已经形成了马来西亚重大重大的危机了哈 来我们来看那个 新闻 如果你叫我评论那个安华做首相 团结政府治国呢 我认为呢 失败的成分会比较大 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 都没有人跟你做工了 你安华 再怎么厉害啊 你再怎么天才啊 你都救不起马来西亚的 我跟你讲 有没有人做工了吗 工人都不在吗 我跟你讲我认识很多老板 很多老板其实都是人才 能够做老板的人都是很厉害的 都个个都是人才 但是没有用啊 做不起啊 生意做不起啊 为什么 都没有员工 请不到员工 这也是没有 没有人帮你做工 那你就根本就不是一个老板 这个马来西亚没有工人了 你安华这个首相呢也是没有用 我跟你讲 所以这个 所以本篇我们韭菜人生 特别提这个问题呢 就是要提醒团阶政府呢 这个是当务之急的 这个问题啊 你解决不到这个 员工流失的问题呢 注定呢 这一届政府呢 是做不到什么事情的 其实就是那天呢 啊这个 那个新餐的关卡呢 又坏掉了 又坏掉就全部人要manual的通关 又变成这样的 画面 啊 比我们那个马拉松呢 那个人数还多 啊我们是99一次呢 这样多人 如果你在那个 新楼关卡呢 他几乎天天都是啊 到了假期呢 更加不用讲了 马比虽然回调了 但是他对这个新币的汇率呢 他一定是稳定在3块半的 啊 最多到349 啊355 这样子 他对新加坡是很稳的 所以 现在呢 3.5的诱惑呢 真的太大 所以 新加坡的 那边呢 是很厉害来抢人的 啊 而且是疯狂抢一下的 他们的猎人头公司 效率很高的 当然我相信猎人头公司的员工大多数都是马来西亚人啊 当然马来西亚人 懂了如何抢马来西亚的员工啊 所以 基本上呢 啊 一半以上的那个员工呢 最近呢 那些老板讲呢 通通退了 啊 退去哪里 一幢新币了 啊 3.5倍了 啊 所以老板呢 你能够出什么绝招呢 去留人 你加薪啊 很多老板讲3000块 我给你加到4000块了 啊 老板我在新加坡 同样一份工作呢 4000新币 老板也安静了 老板也静静了 啊 老板也没有话讲了 你根本没办法呢 去阻止 因为年轻人 他还能够走 他还能跑 而且现在资讯很发达嘛 不是那种呢 啊 一去到国外呢 就不懂怎样回来的人了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咯 啊所以没办法了 啊 所以这个抢人的情况呢 非常非常的糟糕啊 所以 这个 尤其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开始的 特别是过两年 过两年特别多人去 那个新加坡做工 啊 所以就 就非常非常的 糟糕 所以 今年呢 开始呢 啊 应该怎么讲呢 啊对这些人来讲呢 啊收入是不错啦 你去新加坡 3.5倍呢 对人民来讲是没问题 但是对国家对企业来讲呢 绝对有问题 是不是 啊 马来西亚的公司就准备倒闭 那这次倒闭呢 真的不是因为 真的不是因为经营不上 而是因为呢 是在请不到员工 啊 所以汇率弱呢 那 林花红的谋出路 因为你在新加坡呢 你能够做到呢 你喜欢的工作 啊 新加坡呢 有各种这样的行业可以做 不像马来西亚这样子 这个行业 不能做那个行业不能做 这个有限制那个有限制 啊新加坡就不同 啊 所以 很多人呢 其实呢 啊 他说宁愿离开马来西亚 即使呢 他被倒grade 他被降职 本来做manager的 去了新加坡 变supervisor呢 甘愿啦 啊 我在新加坡做supervisor的收入呢 远远高过呢 在马来西亚做manager 啊 马来西亚做manager 薪水5000块 在新加坡做supervisor 啊 薪水4000新币 OK你自己出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 其实马来西亚的问题呢 就是其实我们节目提过很多很多次的 这个就是 现在我要讲激烈一点 这个叫做笑话 这个叫做侮辱 这个叫做大马 注定失败 什么叫大学毕业生出来呢 薪水低过2000块 现在什么时代了 2000块的薪水还给得出来 啊 现在吃一碗面15块的年代了 吃一碗炒饭12块了 啊 打反那个经济饭 不用讲经济饭了 10多块 10多块的年代了 全部都是新币的那个月了 2000块的薪水呢还给得出来 啊 那三分之二的那个大学毕业生呢 连2000块的赚不到 因为现在你基本啊 你最最最低最低最低 啊现在你家专家计算过最低的那个 每个月的那个薪水呢要2800 啊就是一个月28天嘛 一个月28天 你要赚2800 啊 上11天都不算了 上10天不算了 我们算2月份28天了 啊所以你看 新加坡 啊你看他什么都会做嘛 他他不断的找新的idea 所以这一次呢因为他成功办了这个Teleswitch的演唱会呢 他他这一次的GDP呢上升了 啊 炒炒算出来呢都因为这个Teleswitch呢断了5亿新币 你看这个马来人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啊 他只是 张冠了他只是用Buds呢 赛客呢到新加坡 一天赚3万马币啊 一天30千啊 啊再人去新加坡看演唱会罢了啊 一天赚30千啊 啊 这个马来人啊 都会赚钱啊 啊 谁讲马来人不会赚钱啊 啊 就占了新加坡的关了 其实人家讲那个Karstan那边叫moto去Karstan 通通马来人啊 啊 那谁讲 谁讲马来人不去新加坡 所以怪不得他们那些政客呢 跟你讲通通新加坡 还有的 通通李光要害到新加坡 很坏新加坡很什么 一直讲讲不停讲 叫人家马来人啊 叫moto vuk vuk 去新加坡做工 没办法嘛 很见识的嘛 所以你在马来西亚 你看马来西亚呢 你看又禁止按摩 啊 那个Sanusia 啊 现在又不可以 啊 总之你新的那个按摩店呢 全部都不可以了 所以 这个泰国政府呢 我建议泰国政府呢 要帮发一个 什么国家英雄奖啊 什么经济 经济奖呢 给我们 吉达州大臣Sanusia 因为 因为吉达州大臣Sanusia呢 给泰国呢 招来了 很多很多的游客 所以泰国应该要好好感谢一下呢 我们的吉达州大臣Sanusia 他的功劳呢 最大 在马来西亚呢 那个现在按摩又不可以做了 所以泰国要感谢Sanusia 啊 所以你看 这个又不可以做那个又不可以做 但是你在新加坡不同吗 新加坡各种 你如果你很有兴趣那些古古怪怪的行业 那新加坡那个AI人公司呢 你现在要做AI人公司能过去新加坡做 然后你 你是那种呢 你是画图画的 你是写歌的 你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家 你在马来西亚呢 父母亲呢跟你脱离关系 只要你去画画啊 你去写歌啊 父母不认你这个孩子 但是你在新加坡呢 哎呀 新加坡就喜欢你啊 他快点来啊 薪水给你高高啊 PR先给你先啊 啊 接下来呢 Citizen啊 啊 那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家庭不认你做孩子啊 新加坡呢 给你Citizen公民啊 PR先给先啊 啊 人家 所以新加坡就是 他什么什么 才华他都喜欢 到最简单 你到新加坡去扫地就可以了 啊 扫地的钱呢都远远比我们在大马做manager高啊 啊 然后呢 那不然你做吃的啦 你在新加坡卖饭啊 捧菜啊 什么啊 洗碗啊 什么 啊这种 普通的工作啦 从这种普通的工作 到那些 高阶的工作 那些白领的工作 你做到白领的工作呢 基本上你不回来了的 啊 然后呢 就是那种新型行业的 那种古古怪的新行业 高科技行业 啊这些在新加坡才有得做 这些呢 在马来西亚呢 是没有得做的 啊 然后马来西亚现在就想尽办法 把这个行业关掉 那个行业关掉 这个行业关掉 啊 好了所以 现在这个问题就留在安华的团队政府的 身上了 你看 过了一个新年呢 啊 本地企业的员工又流失了一半 啊 一半的人呢 跟老板 去新加坡了 啊 所以呢 你叫马来西亚怎样发展 啊 那个老板呢 也等着倒闭了 啊 老板要请那个曼格拉来做工了 是不是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对看见那个新加坡的风款来抢人的 大马人也风款跑去新加坡做工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 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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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